那我當初去的時候 前一手是柯智恩 那柯智恩那時候 可能因為他是不分區 所以他並沒有多家的整修 所以裡面很多漏水避癌 然後完全都沒有 就是做任何的整理 在這個閣樓 就是說沒有打算要久呆 但是我去了之後 花了很多的時間 把這些漏水 結果呆不久 他沒有酒呆 你呆不久 然後我把這些漏水啊 避癌全部都重新粉 所以它變成一個 粉紅Pink風的辦公室 所以這個辦公室我覺得呢 誰抽到就是 誰是最幸運的人 而且粉紅色就是 讓大家的心情可以更溫暖 更柔和 非常適合韓國瑜 就減少暴力之氣 所以大家會發現 我在立法院問證 都非常的理性 溫和 如果他當選院長的話 他就搬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換給別人 對 但是也有人 也有人說 如果抽到這間辦公室 然後沒有當上院長 那就是代表 這間辦公室的魔咒還在